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 夏林举老举丝在民国二十几年发新重新汇集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本子 他这个本子出来之后是三年汇集完成 等于闭关三年 而林丽第六评就是发红事院的 就是四十八院的这一段的经文 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而且还有两个助手 一个惠明老伙生 这是在当时中国佛教的大等 通宗通教 在我们台湾惠明老伙生有个开示录 波波的有个小册子 好像流通的也很广 那个惠明老伙生 欢迎着每一光细去死 三个人后足 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汇集这个四十八月 这一段经文 你就晓得他们的用心 他们的精神 所以这个本子出来之后 是无心相应的 就是慈舟大司 慈舟大司 慈舟大司看到这个本子非常佩服 就用这个本子在济南开讲 而且给他做了扩盘 那么这个扩盘 我到北京 慌念出老居士里还有一份 这个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幸存还没有被烧掉 所以我就把他带到台湾来了 他复印在《无量寿经》的后面 给诸位所参考 那是他这个汇集 这个可以说是他出版 出版呢 他里面只分三十七品 现在的本子是分出四十八品 这是以后落落缩缩缩在修订 一次一次的修订 十年修订成现在这个本子